曾经登上美国商业杂志复笔市最有影响力人士排行榜的苏菲亚阿莫读所 从经营一间小小的eBay商店 到拥有一间市值3.5亿美元的时装零售公司 外界好奇这位科技创业圈的灰姑娘是如何办到的 真人真事改编Nestley原创影集正媒CEO 主角苏菲亚阿莫读所大学没毕业 甚至曾经当过游民 22岁开始经营eBay商店 最后却成了一名身价上亿的企业家 我从2006年开始了eBay商店 我从2006年开始了我 我做了我自己的东西 我做了一年半 我做了一年之后 我做了很成功 但eBay是一个狂犯的環境 我学习我成为一个专业 没有行销经验的苏菲亚 透过Google YouTube等网站 让他免费学习经商经验 最后苏菲亚更决定 创立自己的电商平台NestleyGal 通过不同类型的社群网站 与消费者互动 成功打造年营收超过3亿美元的公司 随后也在洛杉矶开出两家实体店铺 NestleyGal更被美国商业报刊 评为增长最迅速的零售商 不过2015年年初 苏菲亚卸下执行长一直 2026年品牌申请破产保护 最后由英国时尚电商 买下智慧财产权权与客户资料库 不过这位被誉为科技创业圈的灰姑娘 让外界看到 忘记网络的力量 成功翻转苏菲亚的人生 新唐亚的电视 招腾玉综合报道 由英国时尚电商